大家好,我是于荣宽 接近年底了 疫情凌乱,大瓜不断 一副不愿消停的样子 最近几天最大的瓜就是维亚的被罚碎 从一个粉丝上亿的带货女王 一切子被全网封杀 被罚碎13个亿 一举超过了范冰冰 把人生的大起大落再一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维亚1985年9月7日生于安徽卢江 据说她在某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过自己出生在上午9点多 那么排出来的真太阳时应该就是几次时 这个八字的土金气势非常强旺 到了不肯逆转的地步 所以核官去煞的意象有点明显 再看大运 它在亥运亏了好多钱 在紫运被罚碎十多个亿 那洗土金 祭水墓的意象 已经非常明确了 深月有日 金水得令党众 所谓命中金水众 必招美丽荣 这个八字跟维亚的外贸条件挺般配的 又所谓金水做三官 靠声音吃饭 这唱歌和主持人的工作 他都干了 而且干得风生水起 不止比一般人好 而且比那些有点水平的 黄金或者钻石段位的网红 更加技高一筹 直接干到王者之中的王者 一度全国第一 这个八字既财 财不漏 既杀虚透 用土土合金 用金金得令 哪哪看 都是那么的顺眼 物子大运的物运 邪财制财 跟笔尖制财比起来 更加爆裂 所以物运爆发 为什么会在紫运大破呢 当然是因为积水 跟紫年就已经进入了紫水大运 所以他其实在去年 就已经被税务局盯上了 只是没有一上来就下狠手 而是先通知他做整改 看他是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惜税务局的好意 没有等来很大位的整改 所以事情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新丑年 丑土 税务局 到位 元局就有四有丑三合金 却多了一个身金 形成了金多入木的状态 而元局又偏偏没有行冲来开库 所以这个丑是在木金的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税务局 正在对他进行查税和追缴 这种时候如果来个行冲 把金库给冲开 那么被追缴的税金 应该还不至于要翻倍 但是偏偏来了个庚子月 现在就是这个庚子月 跟连柱与丑 天和地和 把金库给合毙了 把身和有都收走了 子水又跟四火暗合 把四火给缠住了 破坏了四丑拱金的异象 这个火印是美好的名声 是互联网平台的意思 被子水给合住 所以声誉受损 全网封杀 可见这个子水被更金声望 给威亚的事业 所造成的破坏非常大 接下来是 银卯成三年 官萨依旧强旺 官方对他的封杀 很可能不会那么快解除 一直到 其丑运才会有所缓解 后面这个仪丑大运 还是喜用 所以这波风浪之后 他会东山再起的 女强人的征途 不会那么轻易就停下来 可是他原局的仪木七萨 虽然虚透 但是没有制化 而原局的仇土税务局 也没有形成开枯 恐怕还会持续惦记着他 所以他应该要加倍的重视 四伙的能量 把这个正印的正能量发挥好 不但要好好的纳税 还要纳出个纳税标兵的证书来 有了这种正印证书 才能化解来自年柱的处罚